相差的時間裡面呢 神秀會被大家如此之尊崇 稱為首座上座代師傳伐 那個 命他那個吳祖宏人 也經常就直接指令 指令呢 那個神秀呢 為上座的教授師 這裡就可以看到 神秀呢在當時 非常非常之可能 繼承了禪宗的那個 六祖的那個職位 我們再來看看呢 會能拿到一波的時候呢 十歲是二十三歲 虛歲呢是二十四歲 按照呢 六祖談經裡面講的 是他二十四歲的時候 那事實上講的就是虛歲了 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呢 事實上是二十三歲的時候 就在西元六六一年 我們知道他六六零年呢 會能在六六零年 西元六六零年的時候 參見了五祖 過了八個月 過了八個半月的時間 然後呢大家就在 藍牆上面呢 就提記了 所以可以知道 是在六六一年 那跟那個 跟那個六祖談經 最後所記載的 是一次的 六祖談經呢是從 是由慧能呢 成功六祖慧能 他的弟子叫法海 法海呢 六祖談經呢 是由他記錄下來的 法海裡面就記錄他 他二十四歲得一波了 那是 中國講的虛歲 十歲呢是 二十三歲 得到一波 就西元六六一年的時候 他得到一波 然後開始往南逃 逃了 十五年 逃了十五年呢 西元六七六年的時候 西元六七六年的時候呢 就加上十五嘛 六六一加上十五年嘛 就六七六年嘛 在六七六年的時候呢 在廣州法縣市 那個 中印啊 中印和尚 就是在講大內盤經啊 六祖慧能呢 那時候躲了十五年了 覺得應該要傳法了 應該要弘法了 就出來呢 就開始講法 那很有名的那個公案啊 大家以為都知道 二聲 在討論 到底是風動還是啟動嗎 六總會呢 那就講說是忍者心動 啊這個公案呢 大家都知道對吧 是不是都知道這個公案呢 知道了這個回答知道 來先看看你知不知道 風動啟動忍者心動 哦 大家都知道啊 哦 很好很好 啊 這個很有名的典故 就算隨便呢 聽小說呢 也都聽過啦 哦 難得問了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啊 哦 很好很好非常好 啊知道完了 就下一個問題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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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